美食永远流行 玩乐才过fashion 来当一个A咖的时尚玩家 欢迎收听时尚玩家的单元 今天要对大家到哪里去呢 继续来喝杯悠闲的下午茶 英国人在七世纪的时候就开始喝茶了 那当时呢被称为是东方神奇灵药的绿茶 只作为养生用 但是呢到了十九世纪下午茶 这个划时代的休闲活动才被发明出来 当时呢可是只有贵族才有在喝哦 那一直到现在呢下午茶越来越普及 不管你是什么身份 想要悠闲放松一下就喝下午茶就对啦 这一集的时尚玩家 一样要延续上一集介绍的女子系下午茶 从茶到茶点都给她好好的介绍一番 那看看要怎么喝去哪里喝才够对味 红茶的产地遍布全球 那因为各地风土气候的条件不太一样 所以呢也造就了香气不同的滋味 最常见的有三大红茶种类哦 第一种是原味茶 是最能够忠实呈现产地的风味 像是呢被称为红茶香槟的大吉岭 适合搭配奶茶的阿萨姆红茶 或者是呢口感细腻温和的西兰红茶 那第二种呢叫做风味茶 是加入了干燥水果香料等等 比方说呢是加入佛手干的伯爵茶 玫瑰花茶等等 那第三种呢就是调和茶 把不同的产地茶调和 变成混合风味茶 那介绍完茶的种类之后呢 我们准备来出门喝下午茶 首先呢是到台北市大安区的 September Coffee 他们最厉害的就是法式吐司 那据说呢这个口感在台北市是数一数二的 他们是依照欧洲正统的做法 选用了法国面包 然后浸泡蛋汁之后呢 再放到冰箱风干 煎过之后再烤 也形成了一种外酥内软的绝妙口感 那上面呢再搭配上是草莓啊 蓝莓跟焦糖香蕉 当然也少不了香滑的鲜奶油 难怪是这里的人气王啊 另外呢还有季节限定的新鲜草莓博可尼 蛋白双饼鲜奶油草莓 一层一层的往上堆叠 绝对是甜点控不能错过的选择啊 接着呢同样来到大安区 那这间店的店名叫做 鱼饰法式巧克力甜点创作 这位巧克力师呢 今年才28岁哦 到法国巴黎留学之后呢 成为台湾非常少见的巧克力师 鱼饰的空间非常简约 没有过多的摆设 那甜点也很厚现代 十分的简单俐落 那品项也不多 最主要的有巧克力啊 巧克力塔 还有每天限量的香草千层派等等 最经典的巧克力塔 叫做许 阳光何许的许 那塔皮呢 是非常的薄啊 总共呢 有九种的风味 另外还有超人气的 香草千层酥 手工制作的千层塔皮 搭配马达加斯加 香草的淡奶酱 再搭配呢 以三种巧克力 搭配做成的巧克力饮料 巧春 吃完啊 只想要说 你是我的巧克力 OK 当然不能够忘记了 日式的下午茶 那来自于日本代官山的 九州松饼 去年开幕的时候 我就先挤了热潮 非常受到欢迎 这个九州松饼 最独特的地方呢 在于来自日本九州 各这个第七种古物的 松饼粉 那有胚芽 赤米 小麦 玄米 黑米 等等来调配 再加上呢 白酒调制的蜂蜜酱 每天新鲜水果泥 和鲜奶油 非常的清爽滑顺 那另外呢 还有九州抹茶提拉米苏 它是用黑蜜马 卡斯蓬起司 再加上呢 来自于 日本京都的抹茶粉 跟抹茶酱 最后 再来一球香草冰淇淋 淡雅的日式风味 就这么诞生了 那在饮料的部分呢 可以点一下香浓的抹茶豆奶 或者是 番茄苏打汽水 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个周末下午 记得空出时间 留点肚子 喝杯下午茶 感受一下 贵妇般的生活吧 以上就是今天 时尚玩家的私房料理 感谢您的收听 下次见啦 上山下海 走遍天下 时尚玩家 吃香喝辣 本单元详细内容 请参考最新一期 时尚玩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